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秉兰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要说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哪两个事情 都是关于中东和东欧的情势 那么老美这边呢 由于中国刷了东风41大火箭 包括美国现任副总统兼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明确表示不和中国直接开仗 只竞争 美国一定会赢得与中国的竞争 而且它现在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中东地区 所以说呢 这边它处于是军事真空状态 也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无非是叫菲律宾这种小巴拉子 远中国来瞎搞八搞 叽叽歪歪 没有什么实情的内容 所以说呢 我们也不用太把他们当一回事 但是我们自己的大业要完成 武统 菲律宾不听话 揍他一顿 他就老实了 那么他说了重点关注巴以冲突和俄乌战争 那么关于这两个地区就有几个事情了 那第一个事情呢 是 可萨人大量的回到了乌克兰 3.5万乙虫进入乌克兰 今年10月初 中国在过国庆州 乙虫则在过可萨新年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 乙虫有种崭新的庆祝新年方式 出门朝圣 而且还是跨国朝圣 据乙虫时报的近日报道 10月初已经有4万名乙虫 涌进了乌克兰西南部的一处小城乌曼 据说这是因为当年有可萨教哈希德派的创始人的墓地 这些可萨人是为了在可萨新年时节朝圣而来 可问题是 乌曼可未必受得了 好 据公开数据显示 乌曼城的面积约为41平方公里 2022年人口只有8.15万左右 而在俄乌出炉之后 乌克兰的青壮年基本上要上前线 还有一些人可能出境避难 所以今日的乌曼本地人口只会少不会多 在这种冰花麻烦的时候 有近4万可萨人进来 哪怕是来旅游的当地如何吃得消 何况乌克兰还打的仗 乌曼城曾遭到过两次空袭 当地人能有心情接待旅游客 而可萨当局的直接回应是 为了帮助解决当地朝圣者治安难题 派出了警察去乌曼维持秩序 你没有看错 在乌克兰国内是乌虫的警察在执法 而且在这座城市里边 他们把乌克兰国旗全部降下 升起了乌虫的六芒兴起 所以老兵在22年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各位 我说如今在应许之地的 不是真正的犹太人 真正的犹太人是塞米特人 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说还是真正的犹太人 还有部分 还有部分是正儿八经的 但是现在的犹太人不是正宗的犹太人 是可萨人 是当年叫可萨突厥建立的可萨韩国 就是在经乌克兰顿巴斯地区 所以说 他们要复国 这个复国主义 复的不是以色列 以色列那边只不过是第二圣殿 而主要你想想看 为什么一千万的以色列 有将近一百五十万是俄罗斯国籍的 俄罗斯跟以色列说什么国籍 至少有一百万是乌克兰国籍 跟以色列的国籍 也就是两百五十万 再加上 从白俄罗斯 出来的 从当年 这个摩尔多瓦 还有这个高加索 这些地方 加起来 差不多 整个前苏联 加盟共和国的可萨人 包括还有一些在 在这个东欧的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也就是前华约阵营里面 这里面至少占据了一半 半 就是半数人马 俄罗斯跟乌克兰加起来 二百五十万 也就是今天 为什么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么多 可萨占整个以色列百分之二十五 他就是可萨人 他们当年打败了之后 我们就散落在民间了 散落在俄罗斯社会当中 俄罗斯帝国社会当中 所以这里的可萨人是最多的 正儿八经的 正儿八经的 这个犹太人是散族人 跟今天的阿拉伯人 也是散族人 他们 就是说正儿八经的可萨 跟他们长得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一个是 亚伯拉罕之子 一个是以撒之子 就是大老婆跟小老婆生的 所谓的犹太人是大老婆生的 阿拉伯人是小老婆生的 一个是敌长子 一个是树长子 是这样的关系 怎么 你看看现在内坦尼亚户这一帮人 耶伦这些 布林肯这些 怎么长得 跟这些散族人一点都不一样 而且他们长得 我怎么感觉像跟他妈 他突厥人是一样的 欧亚平安上面的这个突厥人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个民族是非常诗血的 历史上 讲究摩西十戒的 这些可萨人 这些可萨人 就正宗的犹太人 他们可没这么犯贱 就是只是在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地方待着 是受外族的侵略 当然他们也挺贼 但是像现在对可萨 他要控制全世界 所以说你想想看 他这个东西是 非常非常的邪恶 所以说现在是不是很清楚了 老编那时候讲的话印证了吧 现在 有四分之一的想离开 有很多想要去乌克兰 这个地方饱受战火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去 就是要到那边去复国 泽连斯基 你觉得他长得跟他妈的 阿拉伯人有什么一样的 不一样 他是可萨人 什么波罗申科 克鲁木伊斯基 这些全是可萨人 所以说 俄罗斯当年也差点被可萨人给统治 有过一段时间 确实是可萨人统治的 那就是苏联集体之后的 那个七寡头 全是犹太人 后来被普京全部 一个个给干掉 所以说这些人 老平说了 什么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邪恶 所以说 今天他们正在复辟这一切 你看到没有 在以色列 不满足这只是第二圣殿 看到这个东西 扩大地盘只是为了保护第二圣殿 最主要的是到乌克兰去 去复国 所以之前你看 他们在这里对待巴勒斯坦人 对待加沙 对待黎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地毯式轰炸 和他们之前在顿巴斯地区 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一样的 赶走那个俄罗斯 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普京要努力啊 对吧 那个混混噩噩 现在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还有一个 另外一件事情 以色列电视台公布 五个要被干掉的人 前面四个都好理解 但是 但是这里面要干掉的第一个人 他的首席名单 让我却难以理解 当然 当然你要说 你要说能通也能通 就说这五个人 第五个是卡西姆 郑主党的这个总书记 把郑主党现在的 这个代理主席 还有那个卡尼 卡尼已经接管军事党 郑主党的这个军事指挥权 卡尼没有死 说卡尼死 卡尼没有死 他公布出来了 这个圣城旅 革命问题圣城旅的头子 然后再一个 哈马斯的新王尔 他要把新王尔给弄掉 再一个 就是爷们胡塞武装的胡塞 要把胡塞给弄掉 第一个是谁 他们要把什叶派的 宗教领袖 西斯塔尼给弄掉 因为也就是说 这个民族 他开始敌视整个什叶派 他已经不单单是 跟某个国家的这个冲突 他都敌视整个什叶派 整个什叶派也敌视他们 而整个什叶派的老大 就是这个西斯塔尼 在萨达姆时代 萨达姆都不敢干掉的人 萨达姆是逊尼派的 他当时西斯塔尼生活在 库姆 圣城 萨达姆当时想把他给弄没了 但没成功 也不敢 但现在以色列说 要把他给弄没了 把他给弄掉 要派人去把他给弄掉 把宗教领袖 把这个什叶派的宗教领袖 宗教老大给弄掉 对吧 但是这个西斯塔尼 他也是对这个伊朗神棍政权 是嗤之以鼻的 但这样的人 他也要去把他给弄掉 他是敌视整个 整个这个宗教了 很邪恶 所以老兵说了 这帮逼太邪恶了 那伊朗就把第二圣殿 给他弄没掉就可以了 不要有什么客气 不要有什么客气 好吧 现在已经证实了 老兵说的一件事 全部都证实了 可萨韩国在那建立 可萨韩国 这么多人都移民到那边去的 尤其是这些哈瑞迪都过去了 留着两根辫子的那种 以色列警察过去执法 在乌克兰以色列警察执法 所以我看普京给他吃他妈逼的 吃导弹的这个时机要来了 快要来了 好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